哈喽大家好,我是洛洛 洛洛今天就推荐一部适合宅在家里一个人看的修修片 科洛伊 影片开头就是一个美女在穿衣服的画面 而这个美女就是科洛伊 一个高级的妓女 每天游走在各个男人身边 这一切似乎都被本片的女主角目睹了 女主角是没有妇科医生 家庭美满,事业有成 但人到中年和丈夫早就没了激情 而女主的儿子也到了青春期 整天就知道和小女朋友做秀秀的事 也不再和女主不话不谈 面对中年危机的女主想做些事情改变现状 所以女主在丈夫男主生日这天 特意给她准备了惊喜 偷偷邀请世面所有朋友在家中办生日party 但男主是明大学音乐教授 这天正好在外地讲课 没赶上回家的飞机 结果惊喜泡汤 面对这么多朋友 女主显得很尴尬 第二天 男主回到家中像往常一样去工作 但手机忘带了 女主偷偷看了手机 里面有一条彩信 是男主和一个女学生的照片 显得很亲密 而没赶上飞机的原因 也是和这个女学生在一起 女主怀疑男主出轨了 于是找到了克勒伊 让克勒伊假扮成学生 主动去投怀送抱 看男主会有什么反应 然后实时汇报给女主 之后克勒伊来到女主告诉了咖啡厅 见到了男主 上去以借堂为由 让男主注意到了自己 男主也主动上前搭讪 两人相互认识了 但没有发生其他的 女主听到这些后 有些伤心 但仍然让克勒伊继续试探 很快 女主和克勒伊又再次见面了 克勒伊说男主和他接吻了 两人去了一个很偏僻的园艺馆 纠缠了一阵子 但没有进行到最后一步 听完后 女主开车离开 结果不小心追尾了 下车查看 却看到克勒伊骑自电车 摔了一跤 然后女主带克勒伊来到了餐厅 帮他处理了伤口 还提了一个冒昧的要求 让克勒伊去做检查 证明自己没有性病之类的 后来女主回到家中洗澡 想象着克勒伊和男主在一起的画面 竟然感觉有点小兴奋 几天后 克勒伊约女主在酒店的房间见面 讲述了自己和男主的事情 并且就在这个房间和男主羞羞了 女主也证明了丈夫真的出轨这件事 很难过 克勒伊赶紧安慰了女主 还吻了他 但女主立即指指了 离开了这里 可后来 女主无法接受男主出轨 又找到克勒伊 也开了酒店房间 然后两人做了羞羞的事 之后女主坐车回家 克勒伊把自己妈妈留下的簪子送给了女主 并问女主是否还能再见面 但女主堂塞地说太累了 然后下了车 回到家中 男主反质问女主是不是出轨了 经常不见踪影 大半夜还这么晚回来 结果女主也扎了 觉得男主出轨还倒打一趴 但男主并不承认自己出轨了 两人吵了起来 还被儿子看到了 儿子制止了吵架 但每个人心里都留下了隔阂 第二天 女主上班 收到克勒伊发的邮件 原来克勒伊把他们睡在一起 拍成了照片 女主立即打电话给了克勒伊 原来见面后 女主给了克勒伊签 希望这事到此结束 但克勒伊却真的爱上了女主 想要继续和女主在一起 可还是被女主不情地拒绝了 之后克勒伊又发信息给女主 说自己和男主又见面了 女主想撤去解决这件事 于是与男主和克勒伊一起 三个人单面谈清楚 结果克勒伊到了后 看到男主就立即离开了 并且男主完全不认识克勒伊 还问女主那女孩是谁 看到这些的女主似乎都明白了 这一切只是克勒伊编造的谎言 然后女主向男主 坦白了自己和克勒伊的事情 两人也终于都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解开了心结 男主已选择原谅女主拥吻在一起 但克勒伊很不甘心 找到了女主的儿子 因为之前给女主送身体检查报告时 遇到了女主的儿子 觉得很像女主 身上也有女主的感觉 所以克勒伊来到女主家中 勾引了女主的儿子 在女主的卧室中 两人做了羞羞的事 这是从外面回来的女主 刚老看到这一切 女主赶紧让儿子出去 自己和克勒伊谈判 问克勒伊到底想要什么 克勒伊当然只是想和女主在一起 但女主说很抱歉 自己只是把你想象成男主 才有感觉的 克勒伊很伤心 拿簪子威胁女主 让女主吻自己 然后两人拥吻在一起 可这一切被女主的儿子看到了 女主赶紧推开了克勒伊 可撞碎了玻璃 还好克勒伊抓住了玻璃框 但她却选择了放手 就这样 她的爱情和她的生命就此失去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在儿子的毕业典礼上 一家人又似乎重归于好 其乐如荣 可当女主转过头时 头上就带着克勒伊送她的发簪 故事就到这里 本篇讲述了 由于中年危机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但洛洛还想 对中年危机不是很了解 不过就影片中 两个女主的颜值 身材和香燕的对手戏 这部影片就很值得一看 并且导演也确实把挽救婚姻 一个比较俗套的主题 拍出了不一样的味道 进行豆瓣短片的一句话 开始看以为是部俗套的女主片 后来变成了香燕的女童片 再后来竟变成出了人命的惊悚片 可最后 当看到女主别在发际上的簪子 才明白这其实是一部 别样的爱情片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喜欢我的解说 记得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哦